7月22日是乔治小王子10岁的生日,王位顺位第二继承人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整十数。 对于这样较为隆重的日子,英国报纸自然是非常关注的,每日邮报给出了继承人10岁了。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这样的标题并且列出了乔治从出生到10岁,每一年的生日肖像,以此来为未来的君主庆祝。 而且占据了各大头条,今天的C位非乔治王子莫属。 按照传统,乔治的父母威尔士亲王威廉和威尔士王妃凯特所拥有的社交媒体账号,在当地时间21日深夜发布了家中长子的生日肖像照片。 10岁的乔治穿着格子衬衫,搭配松石绿色的长裤,配以几皮继带休闲鞋,已经长成了一名翩翩少年,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笑容也显得更加成熟和自信了。 据悉,照片并非出自凯特王妃的相机,而是专业摄影师米莉·皮尔金顿拍摄的。 近来,威廉·凯特家的重要照片都是由这位女性摄影师拍摄的。 有消息称,乔治早在两年前就知道了未来的使命,他正在父母的帮助下成为合格的王室成员,而威廉·凯特也会为孩子的生活寻找平衡点,既不如使命又让他能够拥有像普通孩子一样的成长空间。 儿时的乔治被很多粉丝昵称为胖乔,当时他那肉嘟嘟的圆脸蛋的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上去就很健康。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肉嘟嘟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的乔治看上去很是修长,而且越发神似他的爸爸威廉·王子。 这已经不只是长得像不像的问题了,而是乔治举手投足间都带着威廉的感觉。 顺便说一句,威廉·王子就很喜欢深棕色的几皮休闲鞋。 很多人对多年前的一幕还会记忆犹新,当时威廉合产后不久的凯特站在医院外,向成百上千的国内外记者展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同时也是当时尚且在世的女王的第一个从孙子。 剑桥公爵夫人殿下于下午4点24分安全产下一个儿子,婴儿重8磅6盎司,约3.8公斤。 剑桥公爵见证了孩子的出生,当时白金汉宫发布的声明中是这样说的,一转眼十年已经过去了。 这是八年前拍摄于桑德林厄母宫的花园中的一张照片,父子俩笑得很是灿烂。 尽管威廉在童年时也有父亲查尔斯的陪伴,但相对来说,查尔斯不是一个亲力亲为的父亲。 而威廉对乔治却是另一种态度,他愿意多花时间看着孩子的成长,这也是他作为新一代王室成员有别于老辈的地方。 比起弟弟哈里,威廉显得要循规蹈矩一些,但他显然愿意在育儿上多花一些时间,而这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妻子凯特的影响。 据悉,凯特就是较为传统的女性,相较于抛头露面展示自己的时尚品位,他更喜欢相夫教子的生活,养育孩子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英国方面看来,乔治迎来了十岁生日,就标志着童年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他不得不快速成长,命运的重担正压在他那年轻的肩膀上。 以前出席公务活动的乔治王子有点腼腆,没有他妹妹夏洛特公主那般活泼开朗,但如今十岁的乔治王子笑容灿烂,穿正装出场,已经有偏偏少年的感觉了。 乔治王子每年的生日,贺照笑得都很灿烂,尤其是前两年在换牙期,两颗大门牙特别抢劲。 据悉,威尔士亲王一家五口已经在享受度假生活了,一方面是庆祝乔治王子的生日,再就是一年一度的家庭度假日,期待一家五口的幸福合影,最后祝福乔治王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近日,英王查尔斯三世和卡米拉王后到访威尔士中部城市布雷肯,参观了落成百年的布雷肯座堂,探访了当地的食品厂商,看了给羊涕毛的过程,还和当地居民进行了亲切互动。 前两天刚刚喜提76岁的卡米拉,状态非常好,一头金白色的短发衣一发光,完全看不出来已经是个将近80岁的老人了。 在布雷肯的行程中,卡米拉穿了一件蓝绿色的连衣裙,上面点缀着孔雀羽毛的图案。 这种连衣裙是她一向喜欢的款式。 她有许多类似的蓝绿色的衬衫连衣裙,舒适好搭配,行动也还方便,很适合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穿着,而且还显得大方贵气。 蓝绿色的颜色在炎炎夏日也能营造出一种凉爽的氛围,透出丝丝良意。 卡米拉这件孔雀羽毛连衣裙,精致贵气。 当天天气可能还有点冷,在室外时,她还披了一件深蓝色的毛毡披肩。 蓝色的毛毡披肩具有阔形,还留出了空间让双手能自由活动,不紧绷也不拘束。 披上了披肩的卡米拉更散发出了温暖人心的感觉。 在当天的活动中,除了探访各大机构外,查尔斯和卡米拉还和当地居民进行了亲切互动。 遇见小婴儿时,卡米拉举起了双手,好像在洞面前的小宝宝。 而被妈妈抱着的小婴儿也同样举起了双手,回应卡米拉。 和女王自然地互动了起来。 小宝宝的妈妈和旁边的小姐姐看到这一幕,都开心地笑了。 有不少小学生或许是因为在路边等待了太久,体力不支而坐在了地上。 卡米拉路过他们时,还低头弯腰前去和他们握手,完全没有所谓的女王架子,非常亲和。 她毕竟是个76岁的老年人了,还要穿着略有跟的高跟鞋,到处走来走去走一天,和大家谈天说地,这体力也真算是不错了。 看着卡米拉和布雷肯的当地居民亲切互动,有网友称赞她,很有人情味,是英国王室人性化的一面。 各国王室的成员普遍也像卡米拉这样,走起了亲密路线,走下了神坛,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王公贵族了。 自从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查尔斯,她多次被对,除了因与卡米拉出轨事迹,她加冕礼上就被英国人民抗议,被称为她不是我的国王。 国王巡游部分民众称暖气交不起,却要为国王游行排场买单。 这些对国王的抗议者在国王前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途中发出嘘声,并在大型扬声器上公开转播了这一仪式。 反对党工党议员克莱夫·刘易斯称,他有一个世袭的亿万富豪,他出生于财富和特权,基本上象征着我们社会中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 查尔斯国王一度上表现出保守乏味的王室传统,身边总是带着大量随从。 一位王室专家建议查尔斯国王确保君主制的存续,他必须与英国人民走得更近,就像他的母亲将服务人民作为君主制的核心。 查尔斯国王在行动上,安东尼奥·卡普拉利卡说,他重新打算成为服务人民的参考点,他正在积极展示和表现出更接近人民的命运和公民的期望。 在这次活动上,查尔斯国王与卡米拉王后与当地居民以及展出的动物近距离接触。 他们与生产商和供应商亲切的交谈,与骆驼亲密接触,抚摸骆驼,查尔斯国王还兴致盎然地亲手给卡米拉王后制作香草冰淇淋。 会场上的欢笑和活泼的氛围,说明国王夫妇已经在人民心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 早在查尔斯国王访问北约约克郡急镇皮克林的北约克郡摩尔铁路50周年时,他受到了苏克兰非人的保管人,李氏满山的亨迪勋爵和国家铁路博物馆馆长朱迪斯,麦克尼科尔以及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 查尔斯国王在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变得真正成熟起来,他频繁地出席活动,改变以往花花公子,玩世不恭的形象走全民路线,虽然遭遇了多次抗议但冷静面对,被民众赞美与已故女王一样坚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